明说天下,我是一鸣,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聊尼加拉瓜 当地时间的12月9号下午,尼加拉瓜的外展发表声明 宣布与台湾地区断绝所谓外交关系,并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在网友所说的抛弃台湾地区仅仅三个小时之后,尼加拉瓜就与中方复交了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和尼加拉瓜以创纪录的速度实现了复交 那么中方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又多了一位新朋友 加勒比地区一向被视为是美国的侯花园 美国南方的墨西哥湾以南就是加勒比海 光是在这片区域,美国就建有7个军事基地 加勒比地区国家比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国家都更加能够直接感受到美国的威胁 那么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方在加勒比地区的投资是越来越多 美国看到了所谓的威胁就开始炒作中国收买加勒比地区国家 污蔑一带一路是所谓债务陷阱,是中方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手段 中方和尼加拉瓜复交对美国来说堪称是晴天霹雳 这代表着美国对自家所谓后花园失去了控制 11月份宏多拉斯大选结果是越来越清晰 曾经高调宣称当选之后将与中方建交 而与台湾地区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左翼候选人卡斯特罗民调领先 美国终于意识到将台湾抬进联合国也好 努力帮助台湾融入国际体系也好 这都是徒劳的 只要台湾的所谓邦交国越来越少 全世界就都会意识到台湾根本就只是中国的一个省 这点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 于是美国又开始对宏多拉斯主要候选人施压 明晃晃的威胁他们说 美国希望宏多拉斯和台湾维持关系 卡斯特罗当选之后 宏多拉斯方面承认受到了美国的压力 并且已经向美国低头 就在尼加拉瓜与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之前 宏多拉斯选举委员会突然表明 11月的总统大选存在舞弊和欺诈行为 将发起重新计票 那么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之后 美国比台湾还着急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 呼吁所谓民主国家扩大与台湾的接触 那既然是民主国家 那么就自然应该由人家自己说了算 既然西方认为立陶宛和台湾之间的往来 是合法的所谓主权选择 那么就得理解其他国家选择和谁建交 不和谁建交 美国在四十几年前就和中方建立了外交关系 没有权利也没有立场 对别人的选择指手画脚 如今台湾所谓的邦交国只剩下了14个 而全世界和中方建交的国家 却有一百八十一个 什么是公理正义 大家看的是清清楚楚 谢谢观看